当暮色渐渐降临 小城古杰拉瓦拉的巴基斯坦人 跟往常一样 正纷纷拖着疲惫的身躯 赶在回家的路上 没有人会想到 就是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子里 库城河边却发生了一件 极为不普通的事情 18岁的少女萨巴 受到两名男性的攻击 她被装进麻袋 并扔进河里 很明显 有人想置她于死地 或许是萨巴天生命不该绝 她奇迹般的死里逃生 便向警察 道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杀人未遂的两个凶手 分别是她的父亲和叔叔 原来就在五天前 萨巴违背了家族的意愿 私自与心爱的男人定下了终身 这一举动 彻底激怒了家族中的所有男性 他们一致认为 萨巴的存在是一种耻辱 他的所作所为 令整个家族成员蒙秀 于是 在小夫妻新婚的第五天 一场针对他们的谋杀案发生了 在这个男尊女卑的国度里 这种情形的恶性杀人事件 并不是首例 她被统称为荣誉谋杀 过于各方面的压力 萨巴在法庭上选择了妥协 她的父亲和叔叔被无罪释放 回顾整个事件 萨巴从头至尾 都只是一个人在进行无力的抗争 她所身处的畸形社会 没有发出响亮而又正义的呼声 但是 在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 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她永远不会缺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待会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